近日,周杰在微博上突然发出一段耐人寻味的微博,回应缠绕他多年的一个丑闻,解释了当年拍摄环珠格格强行舍稳林心如一事。 微博中说道,如果现场强行舍稳他,为什么他不立马反抗? 毕竟现场那么多工作人员,反而却事后在节目中爆出这一件事情,时隔这么多年,再来否认这件事情是真的忍无可忍还是另有阴谋? 周杰微博中不仅否认了,强行舍稳林心如还对网友们带到另一个节奏中,就是微博中提及的为何多年前的事情,台湾媒体还要拿出来反复说,最后这段视频还被传到大陆,让大陆的观众们看到,而大陆的那些徒劳貌们居然还相信,这起事件立马升级到台独问题。 周杰言下之意,林心如有台独倾向,但是随即林心如工作室也立马做出了回应,转发了12年人民网发布的一条就日本要买钓鱼岛,明星联合声明支持国家的微博,并说到品心自在人心,多说无意,带节奏的就不要约了,但是真真假假已经分辨不清。 不过周杰的确有点带偏节奏,害得林心如被网友们骂惨,周杰手撕林心如,林心如在怒对,这起骂战吵得越来越凶,宁老大宁静在此刻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,用八个字道出了事情真相,生存手段如此残忍,间接指出周杰的炒作行为。 大家应该知道,关注格格主演们基本都大红大紫,唯有周杰红不起来,而且也唯有周杰没有和他们任何一位有来往,其他人却很融洽,林心如大婚全部到场祝贺,旅学周杰细节见人品,宁静的一些话也道出了娱乐圈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,竞争激烈,明里暗里会有怎样的你争我斗。